各位好,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Python的Expression 就是這個運算式的部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在這個Python裡面 它的運算式是這樣,前面 然後這個2跟6都是屬於運算員 就是被拿來運算的 然後在運算的操作上面叫做運算值 像這個等號跟這個型號 那這個型號呢,有人說它是米字鍵 那就是我們鍵盤上面拿來做這個 比如說乘法在使用的 好,那等號代表是Assign 所以在這樣的式子裡面 它是右邊先算完 然後Assign給左邊放到變數的空間裡面去 好,那在整個式子裡面 就是分這樣子運算員跟運算值 好,那有哪一些運算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運算值很多 像這個各位比較耳熟能詳的 就是加減乘除 加減乘除 那有時候我們要做這個次方數的運算 比如說我們要做平方 7的平方 那我們可以用7 然後兩個型號連著不要有空格 不能有空格 然後再接個2就變成7的平方 所以算出來答案就是49 好,那有時候我們要去算某一個數 被另外一個數去除 除完之後的3是多少 好,那我們也可以用這個 兩個斜線 兩個斜線 然後這個是整數除的部分 所以7用2去除之後 整數除的3是多少 答案就是3 那取餘數的部分呢 就是 百分比 百分比 這個百分比符號呢 7 百分比2 餘數就是1 這個應該沒什麼問題 好,那指派的運算值呢 這個像加等於 減等於 乘等於 除等於 那它的意思就是 使用的時候範例就像這樣子 那它的意思就是 A加等於2 就是A等於A加2的意思 縮寫成這個樣子 那一樣的底下 一直到百分比等於 都是同樣的概念去掏用 所以 指派運算值 加一個等號之後 它就是把 這個可以 搭配 我們剛剛講的算數運算值 讓它的這個 程式在撰寫的時候更精簡 OK 那比較運算值的話 就是大於小於 大於等於跟小於等於 還有等於等於跟不等於 那在這邊的範例裡面 A呢假設是10 B呢假定是5 好 那在大於的時候 A有沒有大於B 有 所以就是true 所以它最後的結果 只有兩個 真或假 有成立就是true 不成立就是false 好 所以A是10 有沒有大於等於B 當然有 所以就是true 一直類推 所以不等於的部分 是用金碳號 加一個等於 中間沒有空格 用來表示 不等於 好 所以A呢 是不是不等於2 當然不是 因為A是10 它當然沒有等於2 所以在這個判斷是 它是什麼成立的 所以輸出結果就是true 好 那除了剛剛講的這些運算值之外 還有什麼 邏輯運算值 邏輯運算值 就是假設你有個布林值 布林值 那假設A跟B 都是布林的變數 然後裡面的值 是true的時候 搭配B 的這個值是true或false的時候 對那結果是怎麼樣 那這邊的邏輯運算值 就是這個and and and的意思就 A呢 而且B A的情況成立了沒 而且B的情況要不要成立 所以在這個例子 白話文就講 A的情況成立且 B的情況成立 的時候我才會是true 所以A的情況成立是的 B的情況有沒有成立 有 這兩個都成立 所以它結果是true 然後A跟B 只要任何一個不是true 不是真的話 那答案就是false ok 所以你看 我的這個A是true 可是B是false 好 所以這個呢 A跟B 這個兩個都要是true的時候 才會是true 所以這邊 只要任何一個是false的話 A跟B 只要任何一個是false 答案都是false 這是and的部分 好 那all的部分 all 就是代表 兩個只要有一個是真 兩個 只要有一個是真 它就是真 所以A跟B 除非出現兩個都是false 它才會是false 這是all的這個結果 好 那not呢 是代表說做反向 然後 比如說A是true 它是true nottrue 當然就是false 對不對 好 所以它的原本是true的 就會變成false 原本是false 就變true 所以這個not就是做反向的動作 好 那在這麼多的這個運算子裡面 它混合在一個運算式 或者是判斷式裡面的時候呢 它是有執行的優先順序的 那怎麼樣是 順序是怎麼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 1到10 那 數字越小的越高 所以一開始執行的話 它有括號的 有小括號的 會先去 做計算 那這個呢 是韓式 這是韓式 好 那再來呢 才是 兩個星號 這代表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指數運算 就是吃方數的計算 那再來呢 是正負號 就是 這個 通常正數 我們不會加加號 但是負數的話 我們會多一個減號 所以 這個呢 順序是排到第4 好 那再來就是順序5的話 就是 這個 乘除斜線斜線跟百分比 然後再來是加減 加法跟減法 然後再來才是大於小於等於這些的這個邏輯判斷 然後呢 NOT AND跟ALL 這是最低的這個優先權 好 那除了上述的這個運算值之外呢 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位元運算 那因為 呃 數字 到最後可以轉換成這個二進字的0101的組合 好 那這個位元運算就是把整數 拆開來變成什麼 轉換成二進字之後 二進字之後呢 我一個位元一個位元對應著去做處理的這種叫做位元運算 位元運算 好 那位元運算值呢 假設我有位元運算值1 跟 運算元2 然後這兩個做這個符號呢 代表AND 而且的意思 而且的意思 好 那而且的意思就代表說什麼 欸這個1呢 好 運算元也是1 運算元2呢 也是1的時候才是1 好就是true的意思 好 那就變成是11000 那這個一條直線 一條直線 一條直線 一條直線呢 在我們鍵盤的ENTER 的附近 然後各位可以找一下 那這個直線呢 代表是ALL 或者 或者 所以 只要運算元1或2呢 其中有一個是1的話 它就會輸出1 那 如果兩個都是0 那輸出就是0 好 那這個像帽子 一個小3的這個符號 在 符號上我們稱之為HEAD 就是帽子的意思 那它的 位置呢 在鍵盤的 數字鍵6的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 那這個符號呢 做的是exclusio exclusio 意思就是說 互賜貨 那 互賜貨的 這個 運算規則呢 是相同為0 不同為1 相同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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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為1 不同為1 相同為0 這就是它的這個作用 這個叫exclusio 在英文的使用上 它的 它的 呃 表示法是 XOR 就代表exclusio exclusio 所以呢 這個就是 做互賜貨 那 互賜貨呢 在 加密演算法上面 也蠻常用的 因為它的這個加密速度很快 因為就是做位遠的比較 相同為0 不同為1而已 好 那這個NUT 前面加一個 毛毛蟲的符號 就是NUT做反向的動作 所以針對運算員2 在這裡 做個NUT的動作 原本的1就會變0 原本的0會變1 以此類推 好 那我們如果說寫4值來算的話 我如果把 某一數 對不對 6 然後呢 跟這個13 去做 AND的動作 得到答案就會是4 那它的運算原理就是這樣 我把6呢 轉換成二進字之後呢 是0110 那13呢 是1101 那 相對位置去做AND的動作 兩個 只要有一個是0 就是0了 好 那兩個為1 輸出才會是1 所以得到的結果會是4 那第二個呢 是做 ALL的動作 ALL的動作 好 那ALL的動作呢 就會變成是說 相對位置 只要有一個是1 就輸出1 所以這樣子下來 結果就會變15 那最後這個呢 head的部分就是exclusio 再重複一次 我們剛剛的意思是什麼 相同為0 不同為1 所以01當然就1 兩個都是1 或者兩個都是0 那輸出就是0 那這個呢 是1 這個是1 所以輸出結果就是11 那在寫程式的時候 會怎麼去寫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開這個terminal 我們要進入 python的環境 python的share 好 那在這邊呢 假設我們有個A 我們把設定成是6 B呢 設定成是13 那我要運算 A跟B的and 結果是多少 那我就直接用A and B 輸出結果就是4 那A呢 ALL B 輸出結果就是15 然後A呢 head就是exclusioB 得到答案就是11 那它的運作原理 我們剛剛已經介紹過了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相對位置去做 不管是and or 或者是exclusio 好 那再來呢 位元運算值 還有就是向左移 跟向右移 向左移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邊的資料 然後呢 往左推 這邊有說明 把運算員1 按照運算員2 指定的位元素向左移動 好 那向左移動之後就會有空缺出來 就補0上去 那這個呢 是 向右移 就是 把這個位元呢 這個運算員呢 往 右移動 好 運算員2的這個數 位元素 移動之後呢 左邊補0 那實際例子就這樣 0 0 0 對不對 1 1 0 這是 6的2進制 6的2進制 然後如果說 6 小於小於2 就代表 往左移兩個位置 所以 1的位置就會往前 往左被推兩個位置 那空出這兩個 就補0上去 那再轉換成10進制之後呢 就會變成什麼 24 變成24 好 那從另外一個例子來看 6呢 往右移兩個位置 就會變成什麼 0 0 0 對 這是6 然後往右移兩個位置 那0跟1被推出去了 然後就不見了 那左邊空出兩個 就補0上去 所以輸出的結果就會變成1 好 所以各位可以 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是不是有點像是什麼 乘法 就是有點像是乘法計算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不是很像什麼 除法計算 這很像是除法計算 好 所以這兩個的差別 就是一個往左推的話 就是乘法 乘多少 就是2的 運算遠次方 2的運算遠次方 然後這是除法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用程式的話 來寫的話 該長什麼樣子 比如說 我們已經知道 它的指是6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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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A呢 一開始是6 好 那我如果要輸出A A呢 往左 兩個位元 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好 24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 往左就是乘多少 你看我如果A 然後呢 乘上2的平方 齁 因為位元呢 是2 它是2 2進制的 所以是2 然後幾個位元就是 齁 後面這個2 就是對應到這個2 這樣子 好 好 所以得到結果一樣是24 所以你會發現 欸 它的 作用跟做乘法是一樣的 好 那如果A呢 齁 往右 以兩位 那各位可以想像 它就是A呢 除以4 齁 A除以2的平方 齁 答案是1 所以你看我如果是用A 除以什麼 A 齁 2的平方 答案是1.5 齁 所以這邊的算法應該是 符號比較像是整數除 齁 這樣子 因為它沒有小數啦 我們剛剛從 前一 剛剛從這邊的範例來看 它沒有小數 所以推出去的就不算了 就不見了 所以它是 屬於取這個 整除的這個 整數的這個除數 整數的 除完之後的3 好 我們的位元運算值 左移跟右移 OK 好以上呢 是這個 Python裡面的 這個運算式的介紹 提供給各位參考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